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很多以前的同事 然後現在的同事 對 來來去去 但是我們就感情都很好 然後 現在還有好幾個 還有幾個 對 感情都很好 對不對 對對 對 我們分享一下那個 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演唱會延到今年嗎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進度 進度 還沒到啊 今年有可能 就是今年會 今年就移到今年 那沒有意外的話就是會有 對 要準備好 早就準備好了 因為去年本來就是要演唱會 對 大概會在什麼時候 年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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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今年會有新作品嗎 一直有啊 一直有 會有可能推出什麼專輯嗎 專輯的話 努力囉 因為我會希望有作品就發這樣子 就不要等專輯 因為專輯 對啊 我覺得看看吧 嗯 請問一下最近因為坐Youtuber 消防車回響很好 那想請教這樣近距離跟民眾接觸 還有跟在舞台上表演最大的差別 在舞台上就是自己 自己開心 然後 那跟 就是民眾互動就是 嗯 他開心 我也不知道他開不開心 反正我覺得就是還蠻自然的啦 我蠻喜歡跟 跟人家這樣子聊天 那除了消防車之後 Youtube上面還會推出什麼其他的系列 就要期待一下 嗯 有蠻多那個企劃 對 對啊 對啊 就是 很 就很 怎麼講 就真的蠻close 然後這一次是我 因為我堅持要 今年要做 這樣子的 算是 算歌迷會嗎 因為我沒有覺得 生日是重點 我沒有這樣覺得 因為我不是很 很喜歡這種尷尬的環境 對 但是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所以還是選在自己生日的 這個月份 然後來做 跟歌迷之間的互動這樣子 那其實今年做了很多 婦婆的婦業 那今年 是不是生日後 都做一些其他沒有挑戰過的事情 不會在我願望裡面 對 這不會在願望 那有什麼想要做的事 沒有 沒有 就是好好把自己本分做好就好 未來也有機會 會跟原住民的樂所 或是音樂家合作嗎 當然會啊 不排斥啊 任何合作機會 我覺得只要是很單純的 藝術 音樂 的結合都沒有問題 對 不要去想一些其他 就是 就是做音樂 藝術 就是做音樂藝術 不要管其他東西 就可以了 怎麼合作都好 對 啊 那 是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